台南安定區一名騎士疑似想超車 不慎追撞混凝土車 騎士慘摔在地 畫面看起來險將還生 而在高雄則是有一台機車違規 跟另外一輛機車發生的碰撞 其中一名騎士重衰落定 大車執行就見左後方機車騎士過來 疑似要超車 下秒 出意外 我 要今天買一行 騎士是想鑽兩車之間縫隙通過嗎 結果掃到一半混凝土車 安全帽當場噴飛 人車失控滑出去 機車還在地上翻滾 我們是倒閉去年了 不然車沒騎得很快 短短三秒有夠驚險 左右都是大車 騎士追撞 夾縫中 摔車倒地 機車騎士受傷 肇事責任目前尚待釐清當中 事發在台南安定區 騎士先碰撞內側的 一般混凝土車 又與外側的大貨車擦撞 要是被車輪壓到 後果響都不敢想 轉往高雄 兩部機車碰撞 一人穩住 另一人慘摔怎麼回事 原來慘摔這名女子 涉嫌未依兩段式左轉 騎車偏移往左靠 與執行 女騎士碰撞 警方說當地大路口 一號制必須兩段式左轉 摔車女子涉嫌違規 貪快違轉 摔得一身傷 交通違規也得收罰單 最高開罰1800元 記者綜合報導 發展示放在一陣子裡 最高開罰1800元 記者